结婚找对象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可以自己选择家人的机会 所以不要着急 不要将就 也不必随大流 没有什么应该结婚的你 只有想白头的人 比方说 男生对女生说 我是最棒的 我保证让你幸福 跟我好吧 这是推销 男生对女生说 我有三处房子 跟我以后都是你的 这是促销 男生根本不对女生表白 但是女生被男的气质和风度所弥保 这是营销 女生不认识男生 但是他所有的朋友都对那个男的夸赞不已 这是品牌 杨凡远航 照你这么说的话 女生认识男生 女生家人很欣赏男生 不要嫁妆 还给了一大笔陪嫁 这个是不是叫 清晓 这位叫丽的朋友说 我那个时候啊 别人都说我好 就是没有女朋友 可能我就是一个三线品牌 毕竟品牌也分好坏 但我跟你讲啊 生活当中没有说非得要谁比谁更加的优秀 在感情的世界里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它是不讲道理的 塞了吧 是一个事实的 优优独播放在这里 对我看到的 我会发现很多东西